识人有数,面不特征,眉为散乱 眉为散乱指的就是说一个人他眉毛尾部散乱而不收 而且整体的眉毛偏稀少的情况 具有这样面不特征的人 他个性方面会主其人比较心乱 做事容易虎头蛇尾 于是难以抉择,容易摇摆不定 感性胜过理性 容易感情重视 但是也容易眼高手低 所以说容易出现这种焦虑 烦躁的情况 同时就是说做事冲动而欠缺耐性 遇到挫折,容易退缩 所以他在事业方面现在说是不太好的 而且这样人大多小时候家里面欠缺关怀 兄弟元博 而且兄弟之间容易有夭折的情况 财运方面因为眉为处也代表一个人的财运 这个眉为散乱的情况也是主其人就是说 所以有这种破财 漏财的情况 财来财去 左手来 右手出 而且就为这种挥霍成性 或者是啊 就是说他到这个游戏到走这个霉运的时候 总是有这个事情要开销啊 总是有些烂巴是要有些花销 而且这样人就是说投机性会投机性会比较重啊 就是说他会因为一些投资啊 一些问题会容易有这个钱财破号的情况 在感情方面的这样人婚后容易对配偶比较冷淡 所以说与配偶之间争吵多 而且这样人好色贪淫 只重肉欲而少情 女性的则主其人就是说心机多而重欲 同时这样人无论男女啊就是只是元博 想不了子女之福啊 或者是多生育与这种不孝子子女 因为这个眉尾处啊 也除了代表一个人财运 也代表一个人的子女运啊 这是就是面部特征 眉尾散乱的 他的一个个性呃家运 然后视野还有就是感情方面的一个表现